原标题 校长一座就是二十三里 但到北伐的时候 蒋介石挥师北上 黄埔军校边长莫及 他就不得不选出一个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 最终的人选名叫方鼎英 早在黄埔军校刚刚建立的时候 教育长的位置尚且空缺 这时候 谭阎凯就向孙中山推荐了方鼎英 但方鼎英此时正在湖南当军长 还有点舍不得自己的兵权 结果 这个位置就掉到了邓严达的头上 但谭阎凯不死心 逼方鼎英南下 让方鼎英做了入伍升部部长 到一九二六年的时候 方鼎英如愿升为军校教育长 值得一提的是方鼎英主管的 正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和第四期 尤其是黄埔第四期贪称黄金一代 涌现出了无数名将和人才 北伐开始后 蒋介 时就把让方鼎英代理校长的位置 北伐军兵力不足 方鼎英就紧急从军校中 精挑戏选出五千多学生军 且了北伐军燃眉之急 在黄埔四期学生参加北伐前 方鼎英亲自带队和学生一起演习 最后那道吐血 嗓子哑了整整三年 后来连周恩来都说 没有方鼎英 北伐就不会轻易成功 然而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却让方鼎英非常不满 最终舍他而去 济南惨案发生后 方鼎英义愤填膺 上见蒋介石应该制定一个十年抗日计划 但蒋介石完明不化 他心中只有入的字 让外必先安慰 后来两人中的劣迹越来越大 方鼎英干脆辞职 去上海隐居 展开全文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方鼎英才为抗日大业兵器前嫌 主动请英抗战 但此时蒋介石却小心眼 放不下两人之前的矛盾 只给方鼎英安排了一个闲职 名为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 出不了力的方鼎英就出钱 凡是对抗战有利的他能帮就帮 这耗尽了方鼎英本来殷实的家底 最后差点破产 但蒋介石却怀疑方鼎英通共 派人对其密切监视 方鼎英对蒋介石心灰意冷 就回家重力去了 这才免除蒋介石的猜忌 1949年 天下大事已成定局 方鼎英昔日的学生林帅 来请老师出山 早在黄埔军校时期方鼎英 就对林帅十分欣赏 如今学生有事相求 方鼎英欣然前往 但他并不贪恋权力 只要求做第四野战军的顾问 为解放出典礼 此事在林帅上报之后 很快就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准 于是方鼎英走马上任 成为了四野历史上 唯一一位军事顾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